上期我们讲到啊 美国的那种管理政策啊 在中国呢 那个水土不服 而这个两国文化和制度啊 也是完全不同 再加上呢 双方啊 黄尔宇觉得 简直就是根本就属于无知的状态 比如说吧 有一个美国顾问团的一个少校 居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干嘛呢 帮助国民党军队啊 整理出一套这个国军 怎么去草拟一个组织表手册出来 黄尔宇啊 拿到这手册啊 稍招只看了这么浏览了一下 就直接跟底下的班长说 甭打理你破玩意儿 没用 这个破手册里边啊 居然写着战利品和纪念品 不应该包括在这个组织表中 他简直就完全不懂中国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时代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指导着一个什么样的军队 这战利品和纪念品对中国士兵来说 毛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现在的这个国军士兵最最需要的是一些上厕所用的卫生纸 因为大部分的士兵啊还都在用竹签啊或者是玉米来当卫生纸用的 这个刘远翰少将啊 呃 是这个舞厅的厅长 有一次呢 一个美国人呢 就给他建议 说一个步兵连啊 要得有150名士兵 三个厨师就够了 你弄那么一个厨师班干什么 这刘少将就当时啊大惑不解 就有点要急 这黄尔宇啊赶紧就跟他解释 说人家美国陆军啊 人家那厨师啊都是专业的 毕业于厨师学校 哎 他能知道啊怎么着 一下就弄一个一百人份的那个派 就是馅饼 或者那么这种出来啊 因为西餐和中餐又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烹饪的特点 再加上呢 人家那个美国陆军啊 人家那炉子啊都是汽油的 一路上有卡车给运着 又是锅碗瓢勺什么都带着啊 厨师确实用不了太多 士兵呢 而且啊还轮流啊 帮着这个当一个炊士兵 哎 没事帮削削土豆啊就行了 清洗一下 或者帮着打扫一下卫生什么的 所以啊 三个厨师确实够了 可是你知道啊 这些美国顾问完全不了解 在我们中国这个军队里边 厨师是需要天不亮就要起床的 干嘛呀 煮稀饭 这煮稀饭要耗时间呢 另外呢就是 这士兵还在这儿用着餐呢啊 这炊士班就得赶紧的 先派一个先遣队出去了 背着大锅呀 玩了水桶啊 米袋子啊各种的啊 先往前要走10到15英里 跑到一个预定的就是要走到行军要走到这儿了啊 差不多该吃重饭的地方 在这儿现找水源 找井水 然后呢再捡那个干木块啊 或者稻草啊 当这个做饭的燃料 所有的水啊都是需要煮开的 因为什么呀 就是中国的这个各个地方啊 你找不着就是井水 它也不卫生 因为经常就是打不了仗 为什么呀 所有的士兵都在拉肚子 另外呢就是什么呢 你得献啊 向这个当地的村民啊 买食物 买菜啊 买肉啊 这些东西啊 晚餐也是一样的程序 你让他们三个厨师 他忙得过来吗 这个 哎呀黄仁宇就感叹啊 就说啊 你看你美国现在老提 动不动就提那20亿美元 我援助给你了 但是他们谁也没提过啊 就是你美军运过来 这20亿美元里边有多少 就直接扔在那太平洋群岛上了 好多的救济物资啊 补给品啊 都算在这20亿美元里呢 但是呢都浪费在那仓库里了 在那生着秀 而且啊黄仁宇都觉得啊 就没人消账嘛 你那都报废了都 反正啊 他亲身经历就是 所有的士兵拿到的政府发给的那个烟都是潮湿的 受了潮了 根本没法抽 就是因为从海上那堆了太久了 黄仁宇啊 干嘛要提这些抹黑这个美国援助这些细节呢 或者说呃很多就说指挥啊水土不服这事呢 这个啊确实让他在主流这个历史领域啊 肯定不受欢迎了 人家美国现在是呃 说了算呢 那肯定得说好的呀 但是黄仁宇觉得啊 历史你就要说真实的历史 我就是要说现实 我就要说事实 总在贬低或者是低估中国人的表现和努力啊 完了过度的把国民党的一些作为啊 或者中国人的性格啊 全都归错于这些东西 他觉得啊 你美国人也做的不对 另外呢就是你美国人是不是也误信了共产党呢 当时也觉得只有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啊 你的国民党没救了 你们不去反思吗 所以啊黄仁宇觉得啊 我就是要把这个历史最完整 或者说我尽量完整的一个图像 我给刻画出来 我呀不去评判 我让后代去说去 我让后代去思考 去借鉴去 应该说啊 50年代的时候呢 黄仁宇还没有开始接触这个 或者探究这个历史 他也没有啊 真正的去想一想这个内战啊 里边到底是为什么 里边的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 即使是在当时啊 不过呢 他也凭着本能能够发现 就是这个内战啊 在这个历史的地位中 或者是各种层面上啊 已经被打中 严重的误解了 甚至在当时啊 他也可以说 就是一个三百多万人的一个国民党军队 士兵啊 全都是农民 没有正规的这个士兵 完了呢 又花了整整四年啊 在打仗 如果啊 只是为了一个保卫 一个你们嘴巴上 一直在说的 这个腐化的 这个高压的专制的政权啊 你怎么说都不合逻辑 另外呢 就是什么呢 你看啊 就是内战末期吧 国民党军队啊 一直就是 包括美国啊 也在那宣传 又怎么战败了 一大批一大批的在那投降吧 一直报道的全是这个 但是呢 你在美国主流媒体 永远看不到 就是国民党啊 有那么多的英勇事迹 个人啊 部队呀 真的几乎就看不到 你比如说吧 黄仁宇啊 就看到了 就因为他也亲身经历过啊 东北战争那时候 也打得多凶啊 就他觉得啊 内战啊 有很多的战役 那个残忍度啊 甚至超过了抗日战争 举例说吧 在这个抗日战争中啊 国民党啊 你应该说 没有损失那么多的高级将领 但是啊 你一说起这内战 你随手每个人 差不多都能数出 二十来个师长以上的将领 在这个内战中捐躯了 你想啊 光那个淮海战役里边啊 就一下 把两个最资深的 那个邱清泉和黄不涛 自尽啊 自杀呀 而且是带着自己的那个属下啊 集体自杀 为国捐躯啊 另外什么张领埔啊 什么的这个啊 当时那中将去死啊 那那那全中国都知道啊 你美国报告 当时张领埔啊 呃 他的那个七十四师 不是被那个包围了吗 直接带着他的这个副官 参谋长 什么高级下级军官 真的集体啊 一起自杀 这个外国的那些美国的那些军事顾问 一字没提过呀 后来研究这个中国历史的啊 也有很多这个历史学家啊 也对这段事情呢 避而不谈 所以黄仁宇觉得呢 这些历史学家 他也片面不公寓 比如说啊 有只有一个叫罗伯特瑞格的 就是张领埔啊 就这个瑞格 他呀 他的书里边提过一次张领埔 别的历史学家啊 就这个内战这件事啊 就就好像这个国民党啊 就是一下子就被打败了 可打了四年啊 死了多少人啊 所以黄仁宇觉得啊 他其实想说什么呢 他并不是想说为这些人啊 搞什么平反 他只是觉得呢 你美国人啊 其实视野 也是那么的狭隘的 黄仁宇啊 在这个密西根啊 念那个学术学位的时候啊 已经其实有了一些初步的 他这种观念了 和观察 那时候呢 已经开始啊 写一些东西了 呃 他在那个就是那个军事基地的那时候 不是培训吗 那个军校 他有一个考官啊 叫罗杰 奥考特的 这个少校呢 就曾经啊 好好地看过他这个手稿 非常的赞赏 而且啊 还帮他啊 还帮他啊 润色了一下 因为他需要写成英文的嘛 报上去 然后啊 还亲自把他的这个书稿啊 交给了一个他认识的一个 圣路易电讯报的一个编辑 结果这个人啊 看了以后啊 也觉得 哎呀 有道理 但是呢 他呢 觉得呀 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们这个报纸啊 登出来 于是呢 他就把他这个稿件啊 交给了他们的那个 在纽约的一个编辑 可是呢 很快就被报社给退了回来 再后来啊 就有一个叫 格罗西尔的 有一个编辑 还特地啊 跑到这个 黄仁宇他们那个 当时那个学校啊 来跟他说 要看看他这个稿子 也说特别喜欢 也说呢 想回去啊 跟自己的这个东架 说说看看能不能合作 可惜呢 也是被退回来了 不过啊 黄仁宇觉得啊 被退回来啊 也有道理 毕竟啊 他在后来啊 因为不断的完善 他后来又当历史老师啊 他各种的想法 再加上资料啊 更加的齐全啊 所以他也觉得 他当时的作品啊 应该说 不算是很成熟 后来呢 我们接着再说黄仁宇啊 后来他们到了那个日本 他不是跟着那个代表团去的吗 他们这些驻日的代表团的薪水啊 都是外交部用美元的方式支付给他们的 不过呢 他们的住房啊 补给啊 都是来自当地的税收 也就是说什么呢 因为中国啊 也算是占领军之一 所以啊 这些补给啊 实际上呢 是由日本政府负责给他们的 所以啊 等于他不用花什么钱 于是黄仁宇啊 就等于有了充足的时间呢 就开始攒钱 攒钱一直攒到啊 他可以去美国去留学了 不过到了美国以后啊 很快攒的这点钱啊 就花光了 黄仁宇这时候啊 已经34岁了 还得再上学 所以除了这个学费啊 他还偶尔啊 得延迟缴纳 因为呢 还没打工正够呢 应该说啊 没有得过任何的赞助 只能够靠自己的勤工俭学 几年前啊 有一个著名的这个 学者叫纪林的 这个纪林呢 现在是瓦萨学院的一个教授 他呢 就经常啊 跟这个很多的学者啊 就开始辩论关于这个中国内战的问题 哎 他呢 就很多地方啊 就特别的赞同黄仁宇的一些说法 当时就有好多人啊 他就说 有一个 有一个瑞皇 啊 那个黄仁宇的那个英文名字叫瑞啊 说有个瑞皇就讲了什么什么啊 他把他的列书的那些事实啊 讲出来 完了呢 就好多人跟他辩论说你说这人谁啊 就那意思没权威啊 也没什么呢 这雷皇谁啊 结果呢 他就说 我在安押宝认识的一个电梯服务员 还真是 当时黄仁宇啊 就在一个密西根联盟啊 在那打工呢 就是在那专门给人家开电梯的 这个人呢 因为他是研究这个中国这方面的嘛 所以啊 哎 他就跟黄仁宇啊 经常聊天 结果发现啊 黄仁宇的很多历史观念啊 特别的棒 经常啊 比如说他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啊 就跟黄仁宇问 完了呢 因为黄仁宇不能离港啊 所以这教授就怎么着 就为一个问题 俩人啊 他想听听黄仁宇的答案的时候啊 就跟着这个电梯啊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 就在这跟着人一块上班 再后来啊 黄仁宇后来不是到了 牛普兹去任教了吗 这个纪林教授啊 还特地邀请黄仁宇 专门到他的学校去演讲 当时呢 有一个女学生啊 听说这个黄仁宇啊 国民党 哎呦哪 不行 就直接就那抗议 说啊 既然他是国民党啊 一定很肥 但也很肥啊 意思就是个贪物贩 哎 既得利益者 结果呢 这个教授就说了 哎呦 我认识的这个黄啊 可是相当瘦啊 一点都不肥 居然人家还在那开电梯呢 所以啊 就很多的这种 对中国的不了解 而且单方面的这种宣传啊 确实 怎么说呢 很影响美国普通大众对中国的看法 而且呢 也影响到了美国的管理层对中国的决策 啊 好吧 今天先讲到这 下期接着讲下期见